的确大家都希望说明天要更好 台北新政府针对了交通、防灾等主题 邀请学者一起来脑力激荡 他们要规划新北市更好的未来 四年前捷运板南线通车土城到台北只要20分钟 眼看卢州县又要开通加上快速道路自行车道 县府预估未来公共运输使用率最少50% 开车的人少了交通意外也会跟着往下掉 在台北市的话应该是一个已经建成的区域 但新北市的话对当地的土地开发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捷运在这时候扮演的剿救就非常重要 不仅是一个社区中心又是一个文化的中心 包括你的观光资源都可以在捷运车阵来呈现 除了环保的绿色交通路网 防灾也不能松懈 土石流广播的震天嘎响 还有警戒区的居民不撤退 硬是被驾上警车 演练的这么逼真 就是担心气候越来越异常 万一又有土石流来 居民该怎么办 今年还是有台风 预估可能再三个 所以我认为中央现在有个生根计划是对的 因为能够真的落实到基层 那基层了解什么叫防灾 新北市不单单是从县变成直辖市 更需要让县民生活一起升格 明星文嘉梅卓星山台北报导